四天的中秋廉价刚过 紧接着就是三天的双十廉价了 您是否担心高速公路上又会涌现出游的人潮呢 高雄市交通局就提供了车流预测资讯 希望民众出门之前能够先查询 就可以避开塞车的时段 不会扫了出游的性质 中秋节刚过紧接着双十廉价 您也准备好要出游了吗 为了避免遇到塞车潮坏了出游的性质 高雄市交通局智慧运输中心 就提供了双十廉价高雄市区车流预测资讯 让民众可以避开拥塞时段 那特别是在每天早上的十点到十二点 那下午的三点到晚上的七点 这两个上下午的时间 东西向的车流都会比较多 景点的部分在市区的景点 包括像齐津 博尔 哈马兴地区 大概在下午的时间 测流量会比较大 高雄市交通局根据以往的数据预测 双十廉价期间 高雄知名景点及干道周边 将有明显车多的情形 出门前民众也可以先搜寻 高雄市即时交通资讯网站 以确保交通顺畅 在这个功能选项里面就会有包括像路况影像 交通绩效停车场交通事件等等这个功能分类 那点选之后它就可以出现相关的讯息 各位也可以在点阅这个路况的监视器来了解目前的一个及时的交通的状况 为了疏解双十节三天廉价观光景点交通状况 交通局也拟定了疏导计划 市民朋友出门时可以多注意及时交通网站 上网查询各景点交通指南 随时掌握及时路况 记者张世民潘映星高雄报道